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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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前当电脑很盛行的时候 有一个电脑视觉症后群 当时病人看电脑看得多的时候 有机会影响眼睛的问题 现在最反而影响我们的都市人 就是低头族眼症 低头族眼症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看很多电脑产品 经常都押低头 令到一些病人有眼光 眼痣 眼红肿 甚至乎飙眼水 甚至乎看东西很模糊的一个情况 其实低头族眼症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 有些病人肩颈痛 看到头痛 甚至手都痛 这个综合症就叫做低头族眼症 其实低头族眼症影响眼睛最主要有两部分 第一个就是增加眼光症的出现 第二个就是增加假性近时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看得多手机会令到眼睛干呢 大家知不知道呢 其实我们有研究做出来 原来想着看手机的时候 会减少我们眨眼的次数 足足减少一半 在一个很干的环境 很集中精神看东西的时候的情况 我们的眼睛就会出现眼光的情况 如果眼光严重 要有疏忽了的话 就会令到眼角膜表面損 所以有红筋 甚至乎会出血 有些情况 病者甚至乎觉得眼水流得很厉害 因为已经受到严重的刺激了 有这个眼光症也是低头重眼症最常见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就是假性近时的增加 其实什么是假性近时呢 跟真的近时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假性近时就是说它的度数 是因为长期一个调节失衡的情况 要知道我们正常的眼睛 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功能 病人可以想看远就看远 看近就看近 因为我们有一个折葬机 和一个正常的精体 去配合我们想看不同距离的需要 当这个调节功能失衡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老花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看近东西的时候 想转招 看远的时候发觉有困难 又或者看开远的时候 想看近的时候 也有一个调节慢的情况 就是早期的老花出现 但是当我们如果很集中精神去看 一些电子产品 长期折葬机是一个收缩的状态 它好像一个抽筋的情况 不懂得再放松的时候 就会令到有这个调节功能的失衡 令到近视好像加深了 不能够正常看得到远的 这个就是假性近视了 有假性近视的朋友 如果他去看眼科医生 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 去令到他的折葬机放松 去查回他原本真正应该有的度数 但是这个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好都是要有一个正确 我阅读电子产品的良好习惯 什么是一个良好习惯呢 有没有听过二十二十二十呢 二十二十二十是一个口号 意思就是当我们看电子产品 这一样的状态 令到折葬机能够有一个正常调节的功能 但是如果长期使用手机 或者长期折葬机是一个收缩的情况 而这个情况是在小朋友亲上发生的话 我们就会担心这个假性的近视 会不会将来令到他们真的增加了近视的可能性 所以各位家长要留意 二十二十二十的一提自己小朋友 不要连续看电子产品多过二十分钟 要有正常的休息 另外除了看电子产品之外 有另外一个口号都要告诉大家 就是一个叫三十四十五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看电子产品 我们希望有三十cm的距离 看电脑我们希望四十 看电视机最低限度要有五十cm的距离 这个是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一个好的方法 有一些理论上的风险 到现在在人类都未知道 就是究竟长期看电子产品 会不会增加白内障的成因 又或者会不会对我们黄班区 有一个可能性的影响 这些就有待更多的研究 才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但在未有正确的研究结果 知道之前 我们都应该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眼睛 避免暴用蓝光 有些朋友问我 究竟如果晚上看电子产品有没有问题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可以做一个实验的 如果你晚上拿着电子手机 开着来看 然后离开房间的时候 其实你什么都看不到 原因就是我们在黑暗的时候 然后瞳孔是一个放大了的状态 用一个手机超级强光的 阻填眼 其实会令到眼睛里面的细胞 有短暂性的时间 要有多一点的时间 令到它的色素层再增增 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千万不要晚上看手机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 有些病人很喜欢在巴士、地铁 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看电子产品 这也是一个很差的做法 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 有一个很厉害的功用 就是它懂得追着一些字 如果你的人又动 隔车又动 眼睛跟着它来动 其实会增加眼睛的负担 你会累得很快 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去阅读 所以也要记住 不要走去晚上看手机 在一些窑房的动态里面 我们应该减少用电子产品 其实是一个漂亮的手机 包括清晰的画面 足够的光线 形光幕和字体够大 其实都可以减低眼睛的负担 希望我给大家一些提示 有需要的时候 就用一些补充的眼药水 减少眼光症的情况 有一个健康的阅读的习惯 就会最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